随着我国将迈入复原行管期 中央政府进一步放宽限制 将允准全国的早夜市开放市集 从这个月15号开始恢复营业 柔福和吉隆坡随后宣布会跟随中央决策 也就是从下个星期开始允准相关领域复工 但是马六甲州政府则有所保留 明天会讨论副业的标准作业程序 引颈期盼将近三个月 全国早市夜市和市集小贩终于等来好消息 柔佛州政府第一时间响应中央政府决策 宣布从15号开始允许早市夜市重开 并会跟随中央政府定下的标准作业程序谨慎开放 首都同样跟随中央政府脚步 吉隆坡市长拿督诺西山达兰发文告宣布 复原行管期间将分阶段开放各地的市集早市和夜市 所有小贩必须从10号开始向吉隆坡市政局提交付业申请 诺西山趁机提醒业者必须遵照国家安全理事会 和卫生部制定的标准作业程序 否则将可面临查封和即刻关闭 马六甲州政府则相对比较谨慎 甲州首长拿督苏莱曼将在明天 聆听马六甲安全理事会汇报后 在决定是否跟随中央政府 允准理发店 美容店 夜市 早市和市集重新营业 苏莱曼表示 马六甲作为旅游州 为了大众利益 州政府在做决定时必须更加谨慎 州政府已经收集各方意见 尤其是来自社交媒体网民的新生 也体恤小贩的难处 目前州政府正在研究标准作业程序的细节 促请各方耐心等候